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用金色的字来烫金的 上面还有一个小小的财 所以说是龙年大发财 也祝福各位市民好朋友 在龙年可以裁员广进 然后招财进宝 全国推出最有设计感的一言红包 那其实上面第一个页面打开的时候 它是一个贴纸 你可以贴在你任何可以看得到喜欢的地方 让好运跟着你一整年 第二个是基隆市政府建设一百周年 所以我们这只龙也有一百的一个意象 还有我们提龙一把 所以把好运都带到身上去 所以贴到我们的手机壳上面 电脑上面 镜子上面 每次照到就是好运跟着你 撕掉之后呢 一言红包也可以放着可以做任何东西 欢迎我们民众好朋友来索取 索取到的一定在今年会大发哦 然后我们的一言红包也有很多巧思 希望小朋友也喜欢我们的贴纸设计 然后等这些贴纸都完结束了 里面就是我们的一言红包 那当然这个不是传统的红色 这是粉红色的 但是我相信这应该是全国希望是唯一的粉红色的红包 来跟这个孩子们跟家长们跟市民朋友们来同乐 市府表示龙年大发春年将由各区公所 委托李林长协助派发至各家户 民众也可以到李办公处邻去 而市长赛国良也预计在1月30和2月2号 当天到信义市场、仁爱市场、果菜市场和成功市场 发放限量一元红包 让龙年的祝福陪伴市民朋友一整年 记者黄日生、陈淑平、高维城、金融报导 另外民政处及军人服务站邀请基隆地区各驻军单位 可以进行进军慰问 由副市长邱佩林代表市长谢国良颁发加菜金 感谢国军周年辛苦的付出 方面上是副市长邱佩林代表市长谢国良颁发加菜金 感谢国军弟兄坚守岗位周年的辛苦付出 守护国家安全跟社会安宁 民众与家人才能够欢度佳节 现场参与的基隆地区驻军单位 包括陆军官渡指挥部、海军131舰队、海军基隆后勤支援指挥部、海军水下作业第三队、海风一中队、海军陆战队警卫二营、海军陆战队防空三连、海军第三步雷艇中队跟海巡队等 我来非常感动 我也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 很开心可以跟我们永远帮我们基隆盲的国军在一起 要谢谢他们 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了他们在 我们就很安心 那他们的安心来自于他们的辛苦 所以今天特别代表谢国良市长来这里感恩所有的国军 还有一些朋友们 谢谢他们的辛劳 谢谢 非常谢谢就是基隆市政府对我们国军的一个支持 那在这个新春的活动的情况下 那就是在市长以及副市长的那个支持下 然后也在寒冬送暖 那在这边给我们一个慰问金 然后让国军弟兄能够有更温暖的一个感觉 然后让我们在过年期间能够 大家能够开开心心平平安安的一个 副市长邱佩玲说 尤其遇到大型灾害发生 除了慈祭等公益慈善单位 最让人们安心的就是看到国军弟兄出动协助 透过禁居活动 除了祝福所有官兵春节快乐 也叮咛国军弟兄 执行任务时务必注意安全 记者黄论山陈淑平高维成金融报导 市长谢国良特地到中正区探视现年82岁的独居长辈苗华昌老先生 关心老先生的身体状况和需求 也致赠福袋 预祝长辈新年快乐 而苗老先生也回赠写有上善落水的春联给市长 谢谢市长的关心 激动市长谢国良给予现年82岁的苗华昌老先生 一个温暖的拥抱 也让苗老先生感到无比的温暖 给予热情的回应和感谢 你第一个市长来访问 从来那个市长都没有来访问 没有啦 大家工作 你一直在市长 真是老 没有啦 没有啦 快要农历过年了 在激动市政府社会处老人福利科长黄世云 以及中沙里长廖文雄陪同下 激动市长谢国良特地到中正区探视现年82岁的独居长辈 苗华昌老先生 关心老先生的身体状况 特别是膝盖的健康问题和日常上的需求 市长同时也致赠市政府社会处准备好装油保温品 以及帽子和袜子等保暖物品在内的福袋 预祝长辈新年快乐 而苗老先生也回赠由社区书法老师指导下 自己写有上善落水的春联 给市长谢国良感谢市长的关心 天气寒冷 那我们来看一下伯伯 那看伯伯一个人住其实也是蛮死不得的 那我也请伯伯有多打电话给他的儿女 周末有空的话 那尽量回来看伯伯 那伯伯刚刚提到的一些需求 我们也会尽力来协助 那也鼓励伯伯健康最重要 还是要积极地做更多好的医疗 让自己的生活品质更好 那也祝伯伯新年恭喜新年快乐 非常感谢市长 不会不会 非常感谢 不会不会 好 那就这样了 由于苗老先生自己一个人独居在中正区 因此特别恳求市长 继续开放平常提供长辈老人家 可以上课学习的地方 比较不会感到孤单 市长谢国良则是主动把自己的手机电话 输入到苗老先生的手机里面 提醒苗老先生有事情的时候 都可以打电话给他 让苗老先生十分感动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基隆市昭阳爱新社 举办寒冬送暖 结合各界盛新人士 制赠57个弱势户个案 每户5000元 为问金及生活物资 让弱势朋友们非常感动 为了帮助弱势民众 可以过个温馨好年 基隆市昭阳爱新社 举办112年度寒冬送暖活动 结合各界善心人士 制赠57个弱势户个案 每户5000元慰问金 以及生活物资 让弱势朋友们非常感动 很高兴可以接受 昭阳爱新社的支持 每一个学期的学面部 其实对我有很大的态度 未来如果我有吃不懂 然后可以有能力 我也会希望像他们一样 可以加入他们 然后一起为这个社会做下 有蛋糕 还有油 还有牙膏 等日用品 还有墙子 那个寒冬送 还有5千块的贵问金 希望我们爱新社能长长久久 对于昭阳爱新社在农历春节前夕 寒冬送暖照顾弱势的善行 也受到激冬市议员张耿辉 以及韩世玉的高度肯定 贵问金总共每户 共有5000元 总共有57户 还有一些我们的日用品 跟我们的餐盒 这就是多来自我们 死亡大德跟我们爱新的企业家 一起来监政所费基的 今天的促成今天的活动 一直以来 关怀弱势 然后帮助社区的角落 很多需要关怀的家庭 那在此呢 真的非常的感谢大家 未来呢 大家可以攜手的一起来 一起做爱新 让我们社会充满了温暖 张耿辉感谢昭阳爱新社 在寒冬中注入一股暖流 也希望今天 手心向上受人帮助的朋友 未来有机会也可以成为 手心向下 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回馈社会善的循环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总统当选人赖清德 和副总统当选人肖美琴 展开环岛卸票行程 到基隆出席感恩便当会 谈到基隆未来的发展 对于基隆河谷科技狼带的计划 未来会移走五度六度七度 及八度的仓储 让科技产业立足 并持续推动基隆捷运建设 今天的感恩餐会即将开始了 总统当选人赖清德 与副总统当选人肖美琴 特别到基隆参与感恩便当会 获得支持者与地方党公职人员的热情欢迎 赖清德表示 对于每一位投票给他的选民他非常感谢 对于没有投票给他的选民他也心存感激 因为这显示他还有不足的地方 需要检讨改进 让社会更和谐 国家更进步 我想说每一票只是我们的人 我们都要心存感谢 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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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总统当选人肖美琴 也以自己过去选举经验 其免落选的民进党立委候选人继续努力 面临国内外的各项挑战 肖美琴也认为只要秉持不怕挫折克服万难的精神 地方建设将能持续推动 中央好的政策也能延续下去 这几年 虽然我们可以预见会有很多的挑战 内部的政治挑战会很多 外部的挑战也会很多 但是只要大家继续坚持 继续用过去不怕挫折克服万难的精神 让我们地方的施政能够推动 让我们在中央好的政策可以延续下去 当然我们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 即将卸任的立法院蔡世英 这七年在场的党务职人员 做赖总统及肖副总统在基隆的分身 成为中央与地方的沟通桥梁 在座的人未来都是我们赖总统肖副总统在地方的分身 那包括我们许多的公职人员 议长各位议员党部 会继续来作为各位地方跟中央联系的窗口 所以我想思英在这边非常高兴 跟各位伙伴们站在一起 我们打了这美好的一仗 新闻市议会议长同志委 除了感谢大家的帮忙 让总统副总统在台湾头 获得许多市民支持 也认为从这一次立委选举结果 显示民进党在基隆 还需要继续深耕继承组织 这个选举结果可以充分的凸显出来 我们全体党公职 还要再更努力的拜托台下的各位大家 我们继续扎根继续努力 如何未来在组织上面 大家做好更完整的规划 所以我知道这个问题要如何改冠 不是只有说的 我是用做的 做的我还要更求 方法的成功的方法 当然每一个創業家 都是一个老闆都是知道的 每一个老闆都是一个很好的創業家 都知道是问题要如何改冠 才会成功 其实我也同样 有受这种问题 所以未来我会好好建设我们的基隆 面对中国的威胁 赖清德也表示他一定会守护国家 主权绝不退让 唯有坚持主权 才能保障国人维持民主自由的生活 记者张旗藤继续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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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街上暖暖东市街有一家牛肉面店 吸引很多益销伙伴 店内有一种特别的吃法 就是在热乎乎的牛肉面中 加上一颗生鸡蛋 滑嫩的口感深受顾客喜爱 益销队员拿起大声弓 宣导预防一氧化碳中毒 不管是在超市或者八堵车站 过年前都可以看到这群益销姐妹的身影 到了中午任务结束肚子饿了 来品尝一小姐妹口袋美食 软Q的面条吸入嘴里 浓郁的中药汤头 立即在嘴里散开 这家牛肉面店就位在暖暖 是许多人的一箱美食 每到用餐时间客人总是高棚满座 十多位一箱队员在任务结束之后 都会来这里品尝道地美食 牛肉吃一面 来牛肉吃一面 面店开业超过三十年 牛腱精卧熟煮肉鲜筋嫩Q弹 一碗牛肉面就五六块牛肉给的很大方 而面条Q弹也很受到顾客喜爱 我们是使用花剑 它本来就有带筋 它会比较Q弹 那你多有纯肉的话 就会比较柴 此外这家牛肉面还有一种吃法 打上一颗蛋 加上浓郁的中药汤头 半熟蛋和牛肉面搭配 在店里意外有人气 麵香滑蛋之后 吃起来很滑润 很好吃 而且上次的口感非常棒 但感觉就是比较 就是比较嫩的感觉 麵很Q 然后加这个汤真的 这样子很特别 我第一次这样吃 这次我们大型活动的宣导 那刚好姐妹都能聚集在一起 那就带她们出来 宣导完之后带她们出来用餐 那我们暖暖这一家 蛮有名气的 那所以说就请我们大家姐妹 来家尝一尝 她的汤头都是纯中药在做的 所以说当地人 蛮多人在吃的 一氧化碳中毒的事件 请大家要多加注意 快过年了 一销队员利用假日 来到人潮多的圆眼市场 宣导预防一氧化碳中毒 要民众记得开启窗户 保持通风 才能够快乐迎接新年 记者黄绍鸣报导 七毒马林蜂农 特别替蜂巢 定制帆布外套浴寒 蜂巷内可上升约摄氏5度 减少蜜蜂的死亡数量 看它有没有死的抽出来 我们可以在这里注意一下 都知道了 来到七毒养蜂农场 地面上全都是被冻死的蜜蜂 有刚刚出生的幼蜂 也有负责船中接待的熊蜂 所以死掉蜜蜂 它自己会把它剃除 会 会 牙的鱼 不够掉了 炸不饱 二十三十公尺 去救药才会来 但是这么冷 它就 直接给它拖到外面 气势在门口 直接拖 打开蜂箱 蜜蜂明显少许多 蜂农特别放上花蜜 让蜜蜂能够喂食又蜂 但室外温度只有10度 因此一大片蜂箱的防寒工作 不能马虎 这个很蜜合 很蜜合 像我这样做的话 我们这一班的 也有好几个他也学了 因为他们本来用鱼蜂 盖在上面还不够 因为这个都有缝隙 没有穿外套 以前 有说一箱十 差不多三分之一 相近一半 还没有办法 我们门口给它晒到 剩下一个小洞 它还是外面 它那个 外面的空气还是很冷 海里面三十度 要三十度 没有三十度 它会死掉 距离前几年的霸王寒流来袭 造成严重灾损 七堵蜂农 这次提早准备 特别为蜂箱 定制帆布外套 让蜂巢室内温度 能够保持三十度以上 这个超五度 增加了五度 增加了五度 三十几度 三十几度 所以蜂巫死的几率 比较少 像这次都献出了 献出了蜂巫 它都受不了寒害 它就死掉了 不仅蜂要预寒 台湾这几年 很夯流行饲养的南非国宝鸡 又被称为 基界的蓝宝尖尼 从热泰地区引进台湾 这波寒流来袭 防寒工作不可少 现在已经很多人在养女孩 就是养着 现在要养着杀 养着吃 还很少 都是养着 玩族的比较多 寒流发威 为了减少农作物的灾损 缉毒马林丰农 忙着巡视做郁寒工作 希望能够平安度过寒冬 记者 黄绍铭金融报导 再带你来看 中山热林学习中心 邀请荣获日本金爽奖的 艺术家赖士奎 与银法朋友们 分享弱化艺术 在一笔一笔下 落下心中的宁静与安详 烙圆烙点 每一烙的深浅整线 端开你的力道与心境 荣获日本烙化大赛精赏 及首奖的赖士奎老师 只用一支发烫的金属笔 就能赋予木头新生命 真的很神奇 我们不需要任何颜料 我们只是用一支加热的金属 让木头烧焦 那这边我们看到的 全部都是烧焦 轻微的烧焦它是浅黄色 比较严重的烧焦它就是黑色 那我们利用这中间的千变万画 来创作出一幅画 掌握好深浅 就能在任何木座上 烙出新生命 只要静下心 加上坚持不懈 就能展现这俗称碳画 火针刺绣 火笔画的魅力 要慢慢的很静心 很疗愈 它需要坚持 专注 耐心 也可以一边落画 然后大家同学又可以聊天 非常好的一个课程 中山热灵学习中心 开设烙化课程 很受欢迎 学员多数参与进阶班 在深浅力度的琢磨上 很有收获 我发现很多的 我们婆婆妈妈 很喜欢上这个课 每个人她可以表现出 自己想要表现出来的层次与感觉 然后甚至你想要下线条 或者你只是想要一个局部的深浅 好 它都不一样 一个培养自己兴趣 才发现自己觉得 自己可以做到一些老师讲的东西 也才知道黑可以再更黑 那这个温度呢 可以再浓烈一点 那它整个立体就出来了 而透过烙化的过程 也达到疏压 调试心境的效果 忙忙碌碌的过生活 在课堂的教室里 找到很宁静的片刻 这是中山热灵学习中心 给我一个在烙化的学习过程中 最大的收获 这个烙化是一个 非常可以专注的那个习作 然后就是 大家都很认真画的时候 回到家就不会那么刮躁 然后可以那个冬天画更适合 因为它越画越温暖 真的是有温度的绘画 从烙化技法 木材选择 到木游木辣的选用 每一个关卡 考验创作者的耐心毅力 同时也有疏压疗愈的效果 中山热灵炸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 有民众反映 中正公园篮球场周边 没有机车停车空间 导致厂场围停收到罚单 深渊和淑平韩世玉就办理会堪 研议在前使机馆的空地 规划机车停车区 中正公园 篮球场 不管是白天或者夜晚 都有民众来打球运动 不过周边机车停车位不足 让不少运动民众 因为违规停车而受到罚单 相当困扰 大家都遇到停车的问题 停车问题 停车位置比较少 然后大家停车不方便的话 运动就减少了一些信息 篮球场位在半山腰 周边没有腹地可以停车 唯一的空间就是前使机馆空地 司议员 韩世玉 何淑平 邀集了圣赫府都发处 文化局交通处等单位会堪 研议规划部分空间 事办机车停车 球场打球的时候 他们停机车都常常被开单 然后都跟服务处来反映 那今天特地来办理会堪 寻找几个就是可以停放 机车的地点让大家来使用 一个就是使机馆 就职的一个广场 然后跟公园管理客商量的结果 就是说它开放 大概两个这个花圃的中间 让我们机车骑士能够停放 可是它这个是有一个规则的 因为它本来是一个广场 没有办法让大家停车 可是碍于大家停车的这个方便 然后它会弄一个车檔 那也大家希望就是说 按照那个次序来停好车 那如果说这个反应不错的话 我们就继续来实行 希望说呢就是我们的好意啊 那当然我们的这个运动的游客 或者是运动的民众 那大家呢一定要呢 特别的就是遵守呢 我们这个公园科相关的一些规定 那当然呢 希望呢可以创造出更多的停车空间 但是呢好的这个停车的空间呢 也需要呢大家来把环境维持好 由于使机馆拆除之后 留下的开放广场 完工的工程有五年的保固 经过会刊讨论 将规划广场左侧靠近花浦区域 规划停车区 作为机车停车使用 中正公园燃球场周边 停车比较不足的部分 我们会沿拟评估 这个周边的一些广场 跟可利用的一些空间 来作为一个评估 暂时的一个停放区 先试行看看 然后让提供民众 有安全的停车的一个环境 那这个应该是 我们这边必须要做到 那后续我们会评估 然后来作为一个示范区域 那届时会再跟大家 来做一个公告 此外 燃球场对面市议会 后门的人行道空间 预计可以容纳 十多台机车停放 未来将与市议会 再行研究 开放机车停车的可行性 记者 黄少铭金融报道 正名国小前生 是真沙国小 校方举办第一届 老校有回校 欢迎91岁的阿奏学姐 回母校 师生准备了欢迎仪式 进行交流 感受学校的历史与蜕变 正名国小第一届毕业生 这位91岁的阿奏学姐 带着一车亲友团 回到母校寻根 受到热烈欢迎 懒惰 她以前还都是从设聊岛 她都是用走的走过来的 大学姐 回忆当年在学校的点滴 设备简陋 但老师很热情 每天都充满了音乐声 学弟妹们轮番介绍自己 最小的八岁 低年级小朋友一算 坐在眼前的大学姐 大自己83岁 自治市长与干部 制作了一张精美的卡片 代表全校同学 赠送给第一届的学姐 欢迎她回母校 我们想要画出台湾 还有基隆特色 我们还有画正名国小的特色 比如说我们学校最大的特色 就是我们的活动中心 校长热烈欢迎 新米美代子回学校 让师生们有机会 寻找文献资料 了解学校的历史与蜕变 新米美代子女士 她其实是透过 那个渔村文化馆的许先生 她跟我们讲说她很想寻梦 那许梦这件事对我们学校 也是一个很大的刺激 因为我们很少去关注说 我们学校到底是怎么来的啊 然后她的历程是怎么样啊 然后我们那边算一算 她竟然是我们第一届的老校友 太感动了 然后所以我们 我们就马上发起了一个老照片活动 那我们也获得我们家长的等于说回应 但是很可惜就是因为她真的太年长了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找到她的活动 那今天我们也听到阿嬷说 她从她自己的家里面 社导堂那边走路走半个多小时到学校来 哇真的太惊人了 所以这些故事也是让我们的小朋友知道说 原来我们学校的历史 跟我们有一个这么康健的老校友第一届 所以我们非常感动 在交流活动中 大学姐鼓励学弟妹们用功读书 成为国家未来的优秀人才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你会选购一级能效的家电 你会选购一级能效的家电 但你的节电等级却只有五级 现在开始改变你的用电习惯 冰箱只需八分满 滤网定期两周轻 冷气设定26至28度 晚转时间 进化一级节电玩家 关掉冷气 随手关灯 白天到黑夜 节电不停歇 节电 从我改变